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主持人 刘帝杰 中国浙江省教会被官方人士强策 拾字架 很多人关注 好像中国政府对一些基督教教会 比不过那么支持 看回另一个在亚洲的俄国 他们政府对教会采出的态度如何呢 可以说近年来是极支支持的 我最近和一位美国白人基督徒朋友交流 他叫William刚刚去完俄国探访一段时期 他也有机会去到当地和东正教会的人士沟通 也去到访当地的教会 他告诉我听近年来俄国的总统普丁大量撥款 重建很多东正教的教堂 当然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政治的伎俄 可以表示俄国是有宗教的自由 也看到俄国是尊重他们的宗教传统东正教的教会 这个目的也可以是推广俄国的旅游 因为很多人去到俄国都会参观很多宏伟古典的东正教堂 但当你再看更多的新闻资料的时候 你发觉普丁有很多事不单止只是撥款 他亲自和很多东正教会的领袖有接触有交流 据William给我一些消息 当然你可以当是江湖传闻 原来普丁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会去不同的东正教会做礼拜 普丁声明不让记者采访拍摄 由于按俄国的政制作为一个共产国家的领袖 一定要信奉共产主义支持无神论主义 所以他一定不可以告诉人他会接触宗教 当然我们不知道普丁他内心有什么想法 很多人都会说普丁做一些门面功夫 因为最近他的民望下跌的 当他派军进入伦阁乌克兰 在当中进行一些颠覆甚至占领活动的时候 令他的国际民望下跌 他在国内想挨回他的声势 就做出一些支持宗教的行动 我们不认识普丁也不知道他的想法 特别因为他曾经是KGB的特务 表面做很多事情但内里他的想法是没人知道的 但我们却认识就是天上的上帝 上帝是掌管不同的国家 还有国家领袖也可以是一些好像 奴沟的水是上帝可以擦汉监管的 如果普丁他每个星期都有两小时进入教会听穆斯讲道的时候 我们相信上帝会通过圣灵给他有一些正面信息 就好像以往当俄国的前身 苏联的时候 苏联的领袖 戈尔巴乔夫·格帕托夫 暗地里信奉基督教 我看Christian Today的报道 后来戈尔巴乔夫 承认他自己是基督徒最随基督 很有可能上帝会使用这些领袖 令到当时的苏联解体 不再严厉的迫害异己 变成一个 较为开明的国家 我们很深信 上帝在背后一定会感动一些的领袖 同样在今天可能我们都会 忧心其他共产主义的国家 例如中国的领袖 会不会对教会有更多的 压力呢 我们很信一个上帝在天上 是会拆看的 当现在的 中国的领导人 曾经去过西方 跟西方接触的时候 也跟其他 非洲欧洲的 领袖接触的时候 他们的眼界可以 变得更加的广阔 不会 好像以往的中国皇帝一样 觉得中国 就是 全球 最伟大的中心国家 他都会可能 感受到 是有一位 上帝大自然的主宰 才是真正的 领导人 当 教会 受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的 信心 并不要摇动 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在 领袖心中 做一些 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大事 会亲自 感动他们 我的大女 Jessica 去完 中国的短孙 跟着就 去到香港 亦都 在香港的书展 买了一本书 送给我 就是 由温慧耀 博士所写的 《上帝与人间的苦难》 当我现在看的时候 给我有得着很大的帮助 我们都会受到很多的苦难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上帝在背后 会有一个 计划部署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这本书的108版 他这样讲过 事成过后 回头看 原来 正是上帝 奇妙得 不可言喻的 计划部署 这个是讲到 他的 女儿 曾经因为移民的事件 被伦敦的 福利部 排斥 刚好又可以回到加拿大多伦多 受到保护儿童会的协助得到宿舍 在今天可能 我们都有很多的苦难 受到家人压力 公司压力 但我们都要看远一些 知道背后 上帝 掌管 上帝会在一些领袖的心当中动工的 罗马书第5章第3-5节 告诉我们听 因为知道患难生隐来 隐来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持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敲冠在我们心里 这就提醒到我们 有患难不要紧 只会是 帮助我们得到忍耐 更加令到我们可以得到老年 更加给我们有盼望 盼望就是 我们知道将来一定有一幅大图画 是上帝控制大局 而不是政府控制大局 希望在网上电台身边的朋友 今天当你遇到政府的压力 团体压力 领导人给你的压力 我们都不需要惧怕 只要忍耐老年 生出盼望的时候 我们盼望的焦点 就是在于神 当你每一次默想神的时候 上帝就会立刻给你有安慰 可以到过难关 我们下来都会放更加 我们下来都会放更大 还有这个键